那么今天我看到趋离高低端人口的时候 我是太多话想说了 但是今天我不说 我就说这件事情的意义 它的本质 它就是现代版的阶级斗争 无论是盘古大观还是金权 无论是现在的北京的国贸 还是今天所有人住的四合院 全是来自于低端人口 用生命青春鲜血所换来的 用他们的抛妻弃子远离父母 把他们变成所谓留守儿童留守父母 剥夺了人性的性能力 家庭团聚的权利 建造了一个个现代版的魔幻版的城市 这个中国的这个莫言 在小说里写到他梦想中的他老家高密县 一个个的苍天大楼 那个真是他所有的幻想 在今天城市成为了现实 但是他绝大多数 这都是以低端人口的生命 人性青春和人性健康所换来的 今天这种区理给予灌予了各种的色彩 城市要不要整治啊 一定要整治 要不要拔除那种安全隐患 一定要拔除 但是真的只能给他三天吗 真的只要非要用警察把玻璃砸烂吗 真的非要把这人东西都给砸坏吗 真的要把那个女人孩子扔到大街上去吗 真的把那老人要驱离到那个冬天的 已经到零下的这个室外去吗 为什么不在冬天之前来进行提前准备 为什么不给疏离时间 这样做法是依法还是这个这个驱离 还是依行政命令驱离 而且这个驱离的真相 为什么又不让人家知道 连华雄先生录像 这都属于违法的被罪解的 这里面的所包含的问题 是人质 没有法治 是高级黑 是政治投机 蔑视人性 骨子里边 就是存在着阶级斗争思想的作祟 那么另外一个最近呢 这个北京的高低端事件 什么叫高低端事件 就是新时代的阶级斗争 就是阶级斗争 过去有城市户口 农村户口 在个别区域 还有所谓的菜民户口 在这个 说有的过去 所谓阶级斗争为刚 体现最明显的 就有工人和农民 有知识分子和所谓的政府官员 有特别是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分 这就是典型的阶级斗争 可是我们的中国的人民被剥夺了识别真相和讨论真相的权力 你就忽视掉了 由于人家的宣传机构 忽视掉了真相 你结果人家用阶级斗争 把你给阶级了 今天是文化大革命 阶级斗争的一个延续而已 只是用完了你了 现在开始要泄沫杀旅 把你赶出城市 不仅仅是京城 使用的手段 可能在每个城市不同 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是作为房地产开发出来的 我从开始从郑州 大家可以问所有的跟我做过的施工单位 我在盖郑州郁达和郑州郁达花园小区的时候 和郁达别墅的时候 我最起码的几百头猪送给过施工工人 每到过年过节 我们都去看望工人 买吃的买几头猪 我们对待那些所有的建筑工人 我们都像亲兄弟姐妹一样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草根 就是最穷的人 就是最低阶级那个人 就是农民 我连农民都不是 连地都没有 我到郑州之前 我是坐着那个三轮车 这个钱都没有 坐客车从河南的范县高码头 高码头坐到了范县 范县坐客车到到了郑州 从郑州火车站 租了个三轮车 带着几床被子 带着我儿子 我女儿 还有我妻子 我妻妹 我们五口人 又到了 租了一个房子 叫着郑州的西边 一个叫耿河 一个人家的房子 后来住了一两一个多月的时候 也就是那一年 也就是1991年的春节前 我呢就去了这个哈尔滨去北京了 家里留了四百块钱 我妻子拿了四百块钱 带着孩子和她妹妹吃饭 就连吃咸菜的钱都没有了 屋里冻得够呛 大过年的二十六人家家里 这个房主要给他们轰出来 他们几个人抱着被子取暖 就在这个时候 农历的二十九 我从哈尔滨回来了 我身上带了大概五千块钱 我去卖这个节油器 卖节油器 找到了我过去的朋友 刚从看书所里出来 然后呢这个拿了五千多块钱 我到了家以后 马上带着我妻子 和我这儿子女儿 还有我妻妹 马上去了郑州亚西亚商场 到亚西亚商场买了一个大电视 然后还买了个电路子 又买了几场暖被子 给他们每人置办了几套新衣裳 回来给了这家房主 还是我朋友的家人 然后把房租交给他一年 还给他家买了礼物 这个我看到北京 这个驱离 暴力驱离高低端的时候 这个我是心情是无法平静的 因为我就是最简单的低端中的低端 我被房东往外连 经常这个所谓的查户口的派出所 经常来查 查外地人口 查这个所谓的当时的叫闲闪人口 那时候叫流串人口 来查的公安 看到啥好东西给你拿走 然后你给上他一百块钱 或者二十块钱 他就走人 或者给他买一盒烟 买一条烟就拉倒 否则老来骚扰你 打的名头都是伟大的 维护社会稳定 切除社会不稳定因素 但是敲诈的是都对底端 就在跟我们住的房子的隔壁 那个时候就是所谓在卖淫的女的 经常在深更半夜被打得鬼哭乱叫 都是派出所公安干的 查的查的夜就把你给上了 就上床了 经常听到旁边的邻居受到了性骚扰 那是太正常不过的 然后呢 高低端人口的事情 转移了文贵的爆料 转移了文贵爆料 所必须大家关注的焦点 这个盗国贼们成功的也将视线转移 这不是故意的 但是这是有操作的 这事情不可能结束 怎么可能结束 中国人都死光了 也都不可能结束 阶级斗争 就是阶级斗争 过去有城市户口 农村户口 在个别区域 还有所谓的菜民户口 在这个碩油的过去 所谓阶级斗争为刚 体现最明显的 就有工人和农民 有知识分子 和所谓的政府官员 有特别是城市户口 和农村户口之分 这就是典型的阶级斗争 可是我们的中国的人民 被剥夺了识别真相 和讨论真相的权利 你就忽视掉了 由于人家的宣传机构 忽视掉了真相 你结果人家用阶级斗争 把你给阶级了 今天是文化大革命 阶级斗争的一个延续而已 只是用完了你了 现在开始要泄沫沙驴 把你赶出城市 不仅仅是京城 使用的手段 可能在每个城市不同 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是作为房地产开发出来的 我从开始从郑州 大家可以问所有的 跟我做过的施工单位 我在盖郑州郁达和郑州 郁达花园小区的时候 和郁达别墅的时候 我最起码的几百头猪 送给过施工工人 那么今天我看到趋离高低端人口的时候 我是太多话想说了 但是今天我不说 我就说这件事情的意义 它的本质 它就是现代版的阶级斗争 无论是盘古大官还是金泉 无论是现在北京的国贸 还是今天所有人住的四合院 全是来自于低端人口 用生命青春鲜血所换来的 用他们的抛妻 弃子 远离父母 把他们变成所谓留守儿童 留守父母 剥夺了人性的性能力 家庭团聚的权利 建造了一个个现代版的 魔幻版的城市 这个中国的这个莫言 在小说里写到他梦想中的他老家高密县 在一个个的苍天大楼 那个真是他所有的幻想 在今天城市成为了现实 但是绝大多数 这都是以低端人口的生命青春 和人性健康所换来的 今天这种区里 给予灌予了各种的色彩 城市要不要整治啊 一定要整治 每到过年过节 我们都去看望工人 买吃的 买几头猪 我们对待那些所有的建筑工人 我们都像亲兄弟姐妹一样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草根 就是最穷的人 就是最低阶级那个人 就是农民 我连农民都不是 连地都没有 我到郑州之前 我是坐着那个三轮车 这个钱都没有 坐客车从河南的范县高码头 高码头坐到了范县 范县坐客车到到了郑州 从郑州火车站租了个三轮车 带着几床被子 带着我儿子 我女儿 还有我妻子 我妻妹 我们五口人 又到了 住了一个房子 叫做郑州的西边 一个叫耿河 一个人家的房子 后来住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也就是那一年 也就是1991年的春节前 我呢就去了哈尔滨去北京了 家里留了400块钱 我妻子拿了400块钱 带着孩子和她妹妹吃饭 就连吃咸菜的钱都没有了 屋里冻得够呛 大过年的26人家家里 这个房主要给他们轰出来 他们几个人抱着被子取暖 就在这个时候 农历的29 要不要拔除那种安全隐患 一定要拔除 但是真的只能给她三天吗 真的只要非要用警察把玻璃砸烂吗 真的非要把这人东西都给砸坏吗 真的要把那个女人孩子扔到大街上去吗 真的把那老人要驱离到那个冬天 已经到零下的这个室外去吗 为什么不在冬天之前 来进行提前准备 为什么不给梳理时间 这样做法是依法还是驱离 还是依行政命令驱离 而且这个驱离的真相 为什么又不让人家知道 连华庸先生录像 这都属于违法的被罪接的 这里面的所包含的问题 是人治 没有法治 是高级黑 是政治投机 灭视人性 骨子里边 就是存在着阶级斗争思想的作祟 那么另外一个最近呢 这个北京的高低端事件 什么叫高低端事件 就是新时代的街 我从哈尔滨回来了 我身上带了大概五千块钱 我去卖这个节油器 卖节油器 找到了我过去的朋友 刚从看守所里出来嘛 然后呢这个拿了五千多块钱 我到了家以后 马上带着我妻子 和我这儿子女儿 还有我妻妹 马上去了郑州亚西亚商场 到亚西亚商场买了一个大电视 然后还买了个电路子 又买了几场暖被子 给他们每人置办了几套新衣裳 回来给了这家房主 还是我朋友的家人 然后把房租交给他一年 还给他家买了礼物 这个我看到北京 这个驱离 暴力驱离高低端的时候 这个我心情是无法平静的 因为我就是最简单的 低端中的低端 我被房东往外脸 经常这个所谓的查户口的派出所 经常来查 查外地人口 查这个所谓的当时的叫闲 现在叫闲闪人口 那时候叫流串人口 来查的公安 看到啥好东西给你拿走 然后你给上他一百块钱 或者二十块钱 他就走人 或者给他买一盒烟 买一条烟 你给你拿走